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熬字 熬字的国语注音是熬 熬二声熬 熬二声熬 结族动物的第一对族 因为变形的缘故长得特别大 而且坚硬有力 其尖端分叉 能够像钳子一样自动开合 常用来夹取食物 还可以兼做防卫的武器 这对特别大的族就叫做熬 结族动物中以蟹类的熬最强 当它横行而高举两熬的时候 看来颇有气势凌人之感 蟹熬的肉既风鱼又鲜美 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 蟹肉最为鲜肥 所以古代诗人们更爱 蟹熬赏赏菊 所谓蟹熬 把展东篱下 秋色黄花 照眼明 和熬字很相像的 是这一个柿字 柿字的国语注音 满有毒腺的蛇虫 用毒 被毒蛇咬伤了手 还有一个植字 也和熬字和式字 非常的相像 植字的国语注音是 植二生植 植是指蛇虫类过冬的时候 多在洞穴中藏扶不动 所以又称植扶 而植居 则是指人隐居不出的意思 植雷就是一年中 初响起的春雷 据说春雷一动 能够惊醒一切植服的蛇虫 恢复正常的活动 我国古代的听闻学家 把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 其中有一个节气 叫经植 是在农历三月五号或六号 而植雷 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动 最后还要提出来的是 熬字的左上方 是由式和方合成的 很多人把它写成了 三横一竖 再加上方字下面两笔 这是不正确的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